大家好 我是GunBub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這些影片最大的動力 款年已經到了 我在這裡祝觀眾款年龍精苦猛時事順利 每一年有很多中標品牌都會出一些生肖的款標 去慶祝龍力年 今年也不例外我們統計過最少有18個品牌 有出苦年的換標 十幾年前當生肖的換標剛開始出現的時候 其實這些生肖的換標是比較稀有的 他們當時用了一些色彩繽紛紛的 再加上一些精細的雕刻甚至是微繪 很豐富和很新 當時大家都很期待 但隨著時間過去一年一年 有部份的品牌在重複自己 即是無論技術或設計方面 都一直沿用著同一套 再加上生肖換標的二手市場價格 就不太突出 所以令到收藏家的興趣都慢慢減退 有人問那究竟是不是生肖換標 就不值得去欣賞或者購買呢 我自己覺得是未必的 譬如舉個例 今年我看到卡地亞出了一隻虎年的碗標 這碗標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時候 我就覺得眼前一亮 因為碗標本身的老虎頭的設計 是真的非常非常突出 我看著這隻老虎 它對眼睛好像跟我溝通 而且它不是一隻很兇猛的老虎 但是它完全有那種森林之王的魅力和氣度 所以我覺得這一種這樣的設計 就真的能夠吸引我了 再加上卡地亞用了很多精細的技術 製作這隻老虎 包括了有把小木仔用世公相陷的技術 砌出老虎的樣子 還有好幾種不同的法郎技術 還有珠寶的相陷 如果有這種質素的生肖標的話 我覺得收藏家都絕對會有興趣 今年我們選了五隻生肖碗標 我們覺得比較特別 它的設計是有特色 又或者這些品牌不是常常的出生肖碗標 希望在這裏介紹給大家 第一隻就是Dior Grand Soul 舞會系列 Dior 是一個時尚的品牌 它們推出很多漂亮的衣服和包包 原來它們造標都做得很好 它們這個舞會系列 是專門用一些羽毛來做它們設計的材料 今次的苦年特別版也不例外 它們的標盤背景是用了一些白色的羽毛 而那些白色的羽毛上面有一個金色的老虎頭 這個老虎頭本身是用了一些黃金的組件去做頭骨架 然後在上面再填充了一些金色的羽毛 而那個老虎的眼睛和鼻尖分別都是用了三顆很特別切割的鑽石 整隻老虎頭的設計如果我們近距離看 它真的非常細緻 因為本身的羽毛的紋理 加上它染了金色 那跟真的老虎的樣子真的比較接近 Dior用了一個36毫米直徑鋼的標殼 配了一個18K金的標圈 在標圈上面它還雙了73顆鑽石 有共寵1.54卡拉 這個碗標可以防水30米 足夠生活防水 它搭載了一個自動上鏈的機械機芯 可以提供42小時的動力儲備 本身限量是88隻 第二個品牌我們想說的是Harry Winster 這次我們看到這隻虎連的特別版 喜喜揚揚 因為它用了紅色做它的主色調 上面有兩隻卡通的老虎 這兩隻小老虎分別是一隻男子一隻女子 應該是兩兄妹 這兩隻活潑的小老虎 就在標本上還灑 它們本身是用18K金去做的 老虎身上的紋理 全部都是紅色的都是珍珠背帽 而這個標本的背景 整個紅色的背景也是用一整塊珍珠背帽 老虎身上分別有紫色和粉紅色的冒丹花 這些冒丹花也是珍珠背帽 12點鐘位置就是有一顆 Emerald Cut 0.2卡拉的鑽石 Emerald Cut就是Harry Winston的House Cut 它們最擅長用這個Cutting的鑽石 至於那個標圈和標椅 總共是相了57顆鑽石 總共鑽石的重量是有2.57卡拉 本身那個碗標的標殼是36毫米的直徑 用了18K玫瑰金的材質去組 可以防水30米 這個碗標限量是8隻 所以都是比較罕有 第三個想說的品牌就是IWC 今次IWC在PILOTS的Chronograph系列裡 做了一隻苦年的特別版 在我記憶裡面 IWC都比較少做這些Sodiac 即是生肖的標 如果在PILOTS Watch系列裡面 可能是第一次 這個標盤的顏色 我們看到也是很有節日氣氛 是酒紅色的標盤 根據新聞稿所說 也是第一次出現在 飛行員碗標的系列上 標盤的設計就是很實用的功能 因為這是一隻工具標 它本身是有計時功能 這碗標未見到的老虎 虎年的紀念版 原來這隻老虎在標背後面 通過藍寶石水晶玻璃 我們看到自動擺台上 雕刻了一隻飛躍的老虎 本身的碗標是41毫米的直徑 用了一個鋼殼 可以防水100米 至於那個機芯 也是IWC自家生產的機芯 可以提供46小時的動力儲備 IWC自己的產品都非常有信心 所以它提供有8年長的補修期 這碗標是限量500隻 第四個牌子是Roger Debris 羅傑刀皮 這碗標嚴格來說 不算是一隻專門為虎年所造的碗標 因為它本身有12生肖在錶面上 這碗標是用了圓卓武士的標學設計 圓卓武士用了3D打印的圓名圓獸手的圓標 代替圓卓武士 這些圓標全部都是用18K金做的 在外圈那裏 內一圈是12個時辰 紙手人謀 再裏面有八卦的圖案 大家都知道一個時辰代表兩個小時 即是說這碗標是一個24小時顯示的碗標 中間的時心每走一圈已經是一天24個小時 不過分針跟正常的碗標一樣 就是每一個小時60分鐘走一圈 這個碗標標的基調顏色是黑色 所以我們要很近看才會看到 原來所有這些瘦手、12生肖和八卦圖文 全部都是立體的 還有這個黑色的部分 它本身是用了一種來自意大利 叫Mureno的玻璃去製作 這些Mureno的玻璃 是用一種叫做煉金術的工藝去製作出來的 難度都比較高 但是看上去是很有神秘感 還有很有立體感的 這碗標本身的標殼是45毫米的直徑 用18K的玻璃去製作 機身是Roger DeBreeze自家生產 限量只有12隻 第五個牌子 Tag Hoyer、Carrera也是虎連的特別版 Tag Hoyer跟IWC一樣 都是很少出現跟生肖有關的碗標 今次的設計都頗有心思 因為它不是放了老虎在標盤上 而是用了深藍色和淺藍色的圖案 表達了虎紋、虎皮上的紋理在標盤上 所以就算不是虎連 你帶這隻碗標都不會覺得是更新的 近距離看起來 其實紋理是有立體感 亦是有feature的 時標、指針和標關 分別都是度了18K的紅金 所以看上去比較矜貴 碗標的標殼是一個41毫米的鋼殼 可以防水100米 因為碗標本身都是一個運動系列 至於我們反過的標 背來看藍寶石水晶玻璃 上面是施印了一隻藍色的老虎 這不是一個雕刻 而是印在玻璃上 這個碗標是搭載了一個自動上年機器機身 可以提供38小時的動力 它是限量300隻 好了 五個牌子我們覺得比較特色的虎連碗標都介紹過 在片尾方面 我們會將剩餘下來的12個品牌的虎連碗標 都一一為大家呈現 好了 這個星期的一周標時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第四個星期間 右邊 左邊 右邊 右邊 右邊